2024年8月7日 全红蝉再次蝉联了奥运女子跳水十米台冠军 简直太厉害了 她才17岁啊 广东湛江的小姑娘 真是跳水界的小魔女啊 不过 红蝉妹子这次赢了金牌 却并不开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全红蝉家里那边出了点状况 她家住在湛江麦河村 这地方因为红蝉出名了 瞬间成了网红打卡地 大家都知道 红蝉妹子是个特别恋家的人 她最牵挂的就是家人 可如今家里被一大波游客和摆摊的小贩搞得鸡犬不宁 根本没法安静下来 最让人心疼的是 全红蝉的妈妈前段时间出了车祸 需要好好敬仰 可这些天总是被游客们的嘈杂声吵得休息不好 想想看 一个需要敬仰的人 却被外面的喧嚣搞得不得安宁 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而且 家门前的那棵凤凰树 本来是他们家的宝 现在也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景点 天天有人在那拍照打卡 搞得树下都快成了小型集市了 全红蝉家里本来就不大 现在更是被各种人挤得水泄不通 不少网友在网上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表示理解 有的则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红蝉一家的生活 微博上一条热评说 哎呀 大家也真是够了 人家全红蝉家里都已经这样了 咱们还去打扰 真是不应该 还有一个网友调侃道 全红蝉是我们的骄傲 但也不能因为他家出名 就去打扰人家生活啊 大家要有点素质行不行 一些游客也在网上留言 有的人说 真的是冲着全红蝉来的 没想到他家会被搞成这样 真心希望他妈妈能好好休养 另一些则表示 我们也是一时激动 没想到会给他家带来这么多麻烦 实在抱歉 全红蝉的教练也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红蝉这孩子压力太大了 他的心愿就是能有个安静的家 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 给他和他的家人一些空间 真是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冷静一点 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 就去打扰别人正常的生活 毕竟 全红蝉也是个普通的17岁女孩 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有网友建议 可以考虑在红蝉家附近设置一个纪念点 让大家在那打卡拍照 而不是直接去他家门口 这样既能满足大家的心愿 又能保护他的隐私和生活 也有人表示 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 给红蝉家里提供一些保护措施 让他的妈妈能安心养病 让他们家恢复平静 总之 红蝉这次蝉联冠军 本来是件特别开心的事 却因为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搞得心情糟糕透了 希望大家能多一些理解和尊重 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一家了 一个网友在贴吧里留言说 全红蝉的成功是全中国的骄傲 但我们也要尊重他的个人生活 他已经付出了很多 我们不能再给他增添负担了 另一个网友补充道 对呀 他还是个孩子 咱们不能因为他出名 就去侵扰他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能自觉一点 让他能安心备战下一场比赛 网上的讨论依然热烈 有的人甚至建议成立一个 全红蝉粉丝自律委员会 专门监督粉丝们的行为 防止他们因为过度追星 而影响红蝉和他家人的生活 不过 也有一些理智的粉丝表示理解 他们说 我们喜欢红蝉 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跳水上的成就 更是因为他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我们要学会尊重他的生活 给他和他的家人一些空间 在社交媒体上 不少人还自发组织了一些活动 比如给全红蝉妈妈寄送慰问品 写信表达关心等等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给他们带去一些安慰 总体来看 全红蝉蝉蝉奥运冠军 这本来是件让人振奋的事情 但家里的烦恼却让他心情沉重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办法 让他能够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 也能拥有一个安静 平和的生活环境 一个微博大飞最后总结道 全红蝉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但他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希望大家都能多一点理解和尊重 让他和他的家人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这不仅是对他的尊重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 全红蝉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之前还是个矛头小女孩的全红蝉 一跳成名 被很多人熟知 全红蝉的成名之战是在三年前 当时他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参加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跳水比赛 就是这次比赛中 全红蝉第一次成功的能得到了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跳水的金牌 三年前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他才14岁 小小年龄 大大能量 然而这届的巴黎奥运会 他再次的拿到女子单人十米跳台跳水冠军 全红蝉向来凭实力说话 真的很牛 全红蝉在这次夺冠后 并没有像观众想象中那样高兴的手舞足蹈 整个人的状态比较平静 也不是非常的激动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全红蝉想到了远在广东的家人吧 这时就会有人问了 想到家人为什么会不高兴 不应该是满脸的开心和幸福喜悦吗 因为自从全红蝉凭借实力被大家熟知和成名后 他广东的老家以及家人经常受到粉丝们的打扰 本来一如往常的平凡生活被打乱了节奏 全红蝉决赛比赛的那天 全红蝉远在广东的老家家门口 就已经围得水泄不通 好不热闹 毫无疑问他们都在看电视和看手机 只为了一起看全红蝉夺冠的高光时刻 他们早早地做好准备 等待着全红蝉的出场 全红蝉拿下冠军后 这些人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大家欢呼雀跃 鼓掌尖叫 都为全红蝉感到骄傲和自豪 全红蝉的家人为了庆祝他 成功拿到冠军 放了烟花 点了鞭炮 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全村人那天晚上熬了一宿 就像过年一样 现在全红蝉的老家成了当地的景点 有很多人去全红蝉家门口照相打卡留念 还有人在他家门口就地卖上了小吃 从早到晚热闹得不行 不应该平静的小院也多了几分吵闹 更有网友说 正是因为全红蝉家门口的树长得茂盛 特别有生命力 所以他才能拿金牌 很多人远道而来 就是为了抚摸一下这棵树 沾沾喜气 这么一闹 树也出名了 网友更是发挥了聪明才智 为这两棵树起了名字水花消失树 长此以往的热闹 也影响了全红蝉家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全红蝉的母亲之前出了车祸 医生说要静养 现在的状况看起来静养有点难啊 也不能把他们赶走 还会被说摆架子度量小 怕被亲朋好友议论纷纷 俗话说得好 富在深山有远亲 人一旦出名或者有钱了 不管多远多偏僻都能被有心人找到 全红蝉的老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全红蝉妈妈还说道 嫁进这个家都二十多年了 第一次知道家里还有这么多的亲戚 近期 一位年轻的奥运冠军 再次站上了国际赛场的最高领奖台 为国争光的消息传回国内 引发了全民的热烈关注 一时间 祝贺声赞美声如潮水般涌来 将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孩 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这份喜悦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她家人所面临的突如其来的 烦恼这位奥运冠军的家乡 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小村庄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辈朝天 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 冠军光环的笼罩 却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平静 原本只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父母 突然发现自家门口 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中有的是单纯 想一堵冠军风采的热情村民 有的是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 还有的是想蹭热度的主播网红 这是冠军的家吗 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能不能跟冠军父母和个影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热情 两位淳朴的老人显得手足无措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仗 更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和家人 一夜之间就成了别人眼中的焦点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孩子有出息 我们当然高兴 但这日子还得照常过啊 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 冠军的母亲无奈地感叹到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家中院子里的几棵果树 也因为冠军的缘故 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不知从何时起 开始有游客将这些果树 视为幸运树 纷纷上前抚摸 合影 甚至还有人偷偷摘取树叶 希望能沾染一些冠军的运气 这树都长了几十年了 也没见他有什么特别啊 面对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 冠军的父亲苦笑着摇了摇头 事实上 这并非个例 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传播 运动员的私生活 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一些粉丝出于对偶像的喜爱 做出了许多过激的行为 例如围堵 运动员住所 骚扰其家人等等 不仅给运动员及其家人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诚然 运动员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尊敬 但我们也要明白 运动员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需要空间和隐私 过度的关注和打扰 不仅会给运动员及其家人 带来困扰 也会影响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状态 追星虚理性 这不仅是对运动员的尊重 也是对我们自身素质的体现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运动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 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为国争光